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的地方 岛屿 也有岛屿 自己所独有的一些困境 任何一项议题 都必须因应当地的特色 特殊性 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善用金门 和平永续 金九公司去年开始 在台湾本岛来做契作 大家如果知道 高铁沿线地沉下线 超抽地下水 非常非常的严重 通常种的都是水稻 如果改种高粱 一公顷 一年可以节省 一万出头顿的地下水 所以我常讲 喝高粱就高铁 每一瓶金门高粱 可以帮台湾省 3.5吨的地下水 金门高粱 满满的台湾价值 地球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的 是世世代代的 透过教育 透过增程 世代绵延 一代一代传承 台湾永续 永续的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 有不同的利害关系的人 如何能够化解这个本位主义 达到系统变革 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就算你有最好的解方 对这种复杂议题 你是没有办法单独地解决 必须要有一个召集者 把大家聚在一起 那最后这取决于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 展开真诚的对话 遭到那个深层的共同渴望跟愿景 才有可能促成这种跨界协作 我们的使命就是能够让 从ego这种自我中心 到ego共生意识的集体行动 推动永续的过程当中 觉得最困难的一个 厉害关系人的一个冲突 然后怎么样子解决 对于今久的每一项事物 大家都是风吹草动都很紧张 就是信任 然后公开透明 更重要的是福利不能减少 如果我今天因为这件好事 去降低了乡亲的福利 那你讲得再好 乡亲都不会支持 我必须说在台湾 我们在推行这个厉害关系人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没有走到很远 似乎我们缺乏了 有人愿意做一个 sistence convener 更希望尤其是民间 不管是基金会或是大的企业 其实你们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